2023年10月6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光明新闻通 新闻一开始让我们关注封面焦点 卫生部长扎利哈指出 全国危机准备及应对中心CBRC 负责监督和研究备受专家担忧的X疾病 为可能出现的疫情做好准备 他接受媒体联访时说 世界卫生组织在2018年 把有可能在全球引发的流行病的 未知病原体称为X疾病 他说 一些人在社交媒体如抖音 传播有关X疾病的不实消息 希望他们不要这么做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他指出 该部此前获得拨款采购的 个人防护装备 PPE还有存货 如果有需要可以派上用场 他取例说 已较早的时候在印度南部 卡拉拉邦出现立白病毒 导致的死亡病例一事 卫生部接获通知后 即立刻与收医服务局合作 收医局前往养猪场检查 证实我国的养殖场的猪肢 没有受到立白病毒的威胁 他称 如果医院发现有医传的情况 也会通报给卫生部 以便采取行动 他也说 就如最近出现粘埋和炎热的情况 卫生部也保持着警觉 监督着情况及做好准备 另一边乡 一名男子Richard Kerr在这枚X发文声称 他常在社交媒体上阅读到他人赞赏我国医疗体系的惠名之变 而他近期因父亲在沙巴亚币伊丽莎白女皇医院接受手术 亲身经历及体验到我国医疗体系之好 不仅提供卓越的服务 而且可以 而且是可负担的收费 让他赞扬不已 他在贴文中提到 除了医护人员的贴心服务 其父亲完成手术及一系列的检查 出院仅是缴付了30令吉50仙 让他难以自信 病子不晓得全球是否尚有其他地方能够提供如此低廉的医疗费用 男子也不忘感谢该医院的医护人员友善、酸液、细心照料及积极 换个焦点 大马气象局预测由于东北季风来临 我国可能会在潮湿的天气中度过圣诞节和新年 为经历潮湿天气后 明年3月可能会因 二尔尼诺现象出现炎热天气 气温可以高达38摄氏度 二尔尼诺现象平均每2年到7年发生一次 一般上持续9至12个月 大马气象局副总监林泽辉接受新报专访时说 今年3月至4月的数据显示 我国的极度高温徘徊在35度至36摄氏度之间 他称这不仅发生在大马 也发生在泰国、越南、印度及中国南部等等 这些地区的气温都高达了45摄氏度 而考量到今年的高温 他担心明年3月和4月会重远这种情况 因为二尔尼诺现象会导致气温高于一般的情况 不过他也说 整体的气温还需要看明年的1月份的情况 由于季风间即即将来到的东北季后风 当前二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可能也不那么明显 东北季风期间大马半岛、东海岸周暑仍有降雨 患者新闻 副首相法迪拉说 国游Petronas推出5G专用网络 为政府、诗人界和学术界之间活力的伙伴关系奠定基础 加上提供合作充分释放5G技术潜力的机会 根据马兴社的报导 法迪拉今天为国游与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合作 推出的首个商业5G专用网络主持推介里后 说这项合作将创造一个创新和蓬勃发展的环境 使我国充分善用5G技术的能力 他指出大马有必要继续自立于对数码连接基础设施进行大量投资 以利用技术促进创新和社会进步 他强调截至今年的9月 大马人口密集地区的5G网络覆盖率为70.2% 5G用户总数为249万 渗透率为7.4% 他还说 我国有望在2023年底实现人口密集地区8成5G网络覆盖率的目标 然后从单一批发网络过渡到双网络的模式 这期新闻给您播报到这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